這個時候,那至少心理準備是比較充足的 因為你已經好幾年都在這樣子的狀況裡面 那碰到任何問題啊 像剛剛講連線問題等等 也都有Plan B、Plan C等等 因為作為玩家,作為遊戲的這個參與者 本來你就有很多Plan B、Plan C嘛 那這個都沒有辦法說你宿客集 大概都是要日期月累 所以我的意思其實就是大家多玩遊戲啦 大概就是一個遊戲 就是不要只有教書啊 不要只有背課啊 以後光費機 以後的關備一要加上關備一碗 這樣子 關備一起玩這樣子 對 的確老師比較不容易玩啦 老師 而且冠上教學這一個目的以後 我們會變得很嚴肅很嚴謹 因為很擔心那個結果 會因為我們的不熟悉而受到影響 是這樣 那但是我剛剛講到的大概都是開放世界了 像Minecraft也沒有輸贏嘛 那如果是玩有輸贏的 那當然會有一種好像要打敗別人的感覺 這跟我們教學工作是胡遲的 其實你打敗學生有什麼意義呢 那但是如果是開放世界 就是大家所做的都可以貢獻留在那個世界裡 像Scratch啊 或者Roblox啊 什麼都是這樣的 就是你有貢獻 別人可以在你的貢獻之上再去混搭 再去改作 那Minecraft反而也是這樣 那在這個情況下就不是一個互相競爭的關係 所以我剛剛說多玩遊戲 但是挑這種開放式共創的遊戲啦 不是就是一定要PK學生把它打敗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OK 好 那現在好像有一個票數滿高的 如果對自己的性別認同有懷疑應該怎麼協助 是 我不想Identity這個字喔 那我們當然這邊三層認同啦 那但是我比較會把它解釋成 就是體驗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體驗 也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分類上面會覺得說 我如果是這個就不是那個 那大家可能知道說 2016年入閣的時候 人事處給我一個表嘛 那我黨籍那邊是田湖嘛 那黨籍旁邊是性別是田湖嘛 那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個比較controversial 但是我會不會就是說 它事實上是很類似的一個狀況 因為台灣長期政黨政治發展是剛性政黨 所以如果你說你是這個黨的黨員 你大概就不是那個黨的黨員 今天沒有要談政治 但我的意思是說 它的政黨認同 它不是就是彼此有過共享的體驗的那種感覺 而是說我是這個之後 我覺得一半的人都跟我很遠的那種感覺嘛 這個用政黨來比方應該很容易想像 但是像在性別上面 我就會說我14歲的時候有過第一次青春期 那我24歲的時候又有過第二次青春期 那不管你的青春期是什麼體驗 也許我跟你有些共同的話題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是說 像我本來覺得一半的人跟我比較近 然後後來覺得另外一半的人才跟我比較近 其他人不是這樣 而是說任何人跟我都一樣近 或者是都有一些可以互相共享的地方 所以就是 experience defines identity 而不是 biology defines identity 就是認同不是由生理所決定 而是由你各種不同的多元的經驗所決定 那我覺得這個是主要的一個角度 OK 好其實剛剛這個專門員提到這個 讓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學校很多表單 不只學校 大概到處去填很多表單 大概都是選擇題 就是它是有固定答案的 你不是選一 你就是選二 像我們性別可能有 現在有第三個答案 經過多年的努力 我們也可以有第三個答案 可是好像這個第三個答案 會很多人不敢選 因為你會跟別人不一樣 你就會不敢選 但是這樣的一個表單 其實是引導大家把答案說出來 那後面的一個假設就是一定有答案 可是我覺得這個跟我們現在 希望孩子去創意 就是create的那個東西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答案 第一個它並不一定是答案 第二個我們其實限制了它 所以我可不可以聽聽你對目前的狀況 當然同樣是一個空格 如果是試費題 你只能打勾或打差 如果是選擇題 你只能寫一或二或幾 但是就是同一個格子 你可以就是寫國字 你可以把它當作甜答 就是free input 用 像本來是要打勾 或者是選什麼的 我一律都是實際用寫的 那或者是說 像在網路上面也有很多這樣子的表單 那我常常就是按F12 或是按右鍵 然後就可以直接去改它的答案 那就是它上面讓我本來是 只有這些選擇的 我就直接寫那個 那像我有去這個 有些非洲國家 名字我就不講了 那它要我們選入境的那個國籍的時候 也是一個選單 選單裡面沒有任何我們可以選的選項 這種也是存在的 大家可能知道我會講說 那我一樣就是按右鍵 就加一個選項 然後電子簽證上面就是我填的那個選項 台灣的Republic Citizens 那這樣我填完之後 為了拿那個伊利桑 我也入境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與其等待護照上面多一個X選項 當然現在美國也開始有了 不如我們未來在填任何表單的時候 都想一想說 你可以把所有的打勾 就是是非或者選擇體 都當作天空體態的作品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答案 對我來講有一個啟發 就是我們在命題的時候 我們在做 我們常常不是都被期待多元評量嗎 然後不要標準答案嗎 其實我們在命題裡面 能不能有部分的題目 是開放給孩子做他可能的選項 我覺得這個東西 所以導師我們可以是嘗試看看 也可以去 我覺得另外一個角度 也可以去給家長另外一個可能 但是我不曉得會不會 你們會不會收到投訴 哪樣科長這邊又 1999又收到非常多的投訴 直接投到縣長系一下 有可能 因為不曉得怎麼計分 了解 Slido的計分方法就是 看到大家很讚嘛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一種可能的想法 因為確實如果已經有標準答案 那當然你的天空地就很難積分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比的是說 誰可以問出最有意思的問題 那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我覺得在有一些科目上面 就是它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它比較是人文的社會的科目上面 確實也可以用這種 peer review 的方法 那Slido其實也不只有體溫這個部分 也有發想的部分 也有其他的部分 反正是免費的 我覺得這些工具大概都可以多用 所以 那其實我又聯想到一個問題 你們都不問就會都被我問完 真的喔 因為我會把握這個機會不斷的問 沒問題請 對 因為像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比賽 它都會加一個網路票選 對不對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 都會加一個網路票選 但是據說網路票選是可以買票 當然 對 應該是大幹 那我們就是屬於那種很老實的 我們不會買票 所以我們永遠都拿不到網路票選第一名 那回過頭來 這樣都已經知道它可以買票 那為什麼還要做網路票選 對啊 我也覺得網路票選沒有什麼意義 真的啊 我覺得網路票選 它一定要先搭一個身份認證 那好比像說 用手機檢訊做身份認證 或其他不一定是實名嘛 現在很流行 匿名跟實名中間有一個實聯嘛 對不對 就是說 你用實聯的方式 至少你證明這個手機號碼是你的 但是名字不用留下來 的這個方式 那如果有做這個的話 當然網路票選有一定的意義 因為至少不會 你很容易一下就買到500個SIMCOM 這個立刻這個洗錢辦公室就找到 沒有那麼容易的 對 那但是如果一開始沒有這個 而只是靠像現在很多是用Facebook 或其他的Social Media的帳號的話 那一個人控制5000 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不一定是買票 但是你很容易就是那個要5000個帳號 不管去哪裡就是5000票 對 所以我會建議說 除非你有一個類似實聯的這種認證的方式 那不然就不要用網路票的方法 OK 好 那現在有一個目前按讚有7個 在網路上越來發生越多信波削 網路霸凌的意義 有檯面下有檯面上的 想了解如何提升學生 使用網路攝取媒體的素質 應該是如何正確的使用網路攝取媒體 我在想 不是啊 你也可以就是提升這個攝取媒體 本身的素質嘛 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真的在看攝取媒體的時候 這個攝取媒體的設計 幾乎就決定了在上面有多少80性博學等等的事情 有一些網路的社群媒體 它基本上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居然講 Slideon 你到底要是怎麼樣在上面做的性博學跟網路80 你問我我還不知道 全是不可能 因為它是當下的 參加了只有這個房間裡面的人 它完全是純文字 那你不管貼什麼圖片 它都不會自動出現 所以你最多最多 你就只能spam一些表情符號 這個可以 但是這個造成的霸凌傷害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它的設計 這個社群媒體的設計 本身就是pro social 情社會的時候 那它就不會讓大家進入一個 好像就是剛剛講 專門打臉不打輸的那個情況 那臉書是因為 跟Slideon不同 然後跟PTT什麼也不同 臉書主要是為了要賣點廣告 它所有的收入 不是所有 八九成的收入 都是來自廣告商 所以你越在一個衝動的情緒裡面 它可以賣越多廣告出去 因為一般人是如果你生死的時候 一定是不會去點廣告 但是如果你在一個 很衝動的狀況裡 你不小心就衝動點 衝動購買 所以把它放在一個衝動的狀態裡面 好比像所有的臉書 如果你是按讚或按愛心 那你的這個動作 別人比較不會看到 但如果你是按憤怒的話 那好像可以傳播到四倍 還是五倍的這個傳播量 那這並不是因為 就是憤怒它本來就是一個 比較好的情緒 純粹是因為臉書的演示案 法決定說 當你進入一個 局目都是憤怒的情況 你比較願意去買廣告 所以當你用這些 我們叫反社會的社群媒體的時候 本來就在後面 不管是八個零星或是等等 可以說都是collateral 就是它的設計 就是要讓大家進入一個 比較衝動衝突的狀況 所以旁邊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最簡單的 就是讓小孩 讓學生知道說 這個目前國外的調查 臉書或者IG 或者等等這些 它會有哪些mental health burden 這有點像說 我們從小就告訴他說 吸煙不是只是你的肺會不舒服 而是你會讓旁邊的人肺 比你更不舒服 這個叫二手煙等等 所以你就是把這種 anti-social social media 剛好就當作煙草那樣子來處理 那不是說它完全要驅逐出境 我們現在也沒有驅逐出境 而是說確保小孩知道 自己用這個的時候 會對自己的精神造成什麼負擔 以及對別人的精神造成什麼負擔 然後再讓他知道說 其實有一些比較好的 一些alternative 有一些他好像會自己家的網站 或者是minecraft或什麼之類的 在那個裡面 就比較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他還是可以花很多時間 在上面進行創作 但是就不會被扯進那個 為了要賣廣告 所以把大家激怒的那個 循環裡面 OK 那其實對我來講 有很大的啟發 可能以後我們的資訊素養 第一堂課就是要來 來分析各種的 這個社交媒體讓小朋友認識 因為現在大概使用率 我們大概都會有一個迷思就是 我們會用大家使用率最高的媒體 去參與他 我們都試圖認為 他其實擴載率最大 可是我們沒有能力去防禦 那個媒體演算法說 帶給我們的可能的傷害跟攻擊 我們的孩子更沒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我們唯有提早認識 我在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怎樣 我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 對我來講是非常有警察 那我想各位老師大概也可以回去 也可以嘗試一下 讓小朋友知道 那首先我們要知道 什麼樣的社交媒體是好的 這個可能我們要知道 對啊 是 就是我覺得像COCA COLA的那個COKE 其實本來不是對不對 不是什麼健康的東西 他本來是某種特定的化學品 那或者是在差不多同一個年代 就COCA COLA剛出來的年代 因為抽菸可以提升 那是很酷 事實上是一個social的象徵 大家可以共享大火機 什麼之類的 所以老師也好 或者是教授也好 其實不會特別覺得說 小孩不能接觸這個 因為對他來講 就像剛剛講到 這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那都去肯認受的時候 抽菸可以提升精神 這個感覺上好像是強勢 但是我也不是說臉書都是壞的 我沒有這個意思 就好像抽菸還 說不定真的可以提升精神 但是他臉有很多很不好的部分 那些部分是長期下來 這些關注他的負面的效應的 這些民間的朋友們 慢慢慢慢把這個科學證據提出來 然後到最後這個國家認可 教師們認可等等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做教育工作的人 我覺得有一個比國家的法令 還要超前一點點的這個位置 那當時也是很多 不管是理智二手燕什麼 都是靠有教育能力的 不管是專業的還是業餘的 來讓大家知道 有這樣子的情況發生等等 所以我覺得就像還教一樣 其實這也是一種還教 好像環境教育一樣 他不是說一定要立刻就借出什麼 不是說明天你就一個塑膠袋都不能買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了解到每個塑膠袋背後 他造成什麼樣子的負面部性 對 講到這個其實我想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因為是 教育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所以現在很多東西 他其實都寄望在教育 所以我們現在不僅環境教育 我們還有國防教育 對 我們其實有非常多教育 可是我們自己不盡然懂 那個教育的內涵是什麼 就像我們現在會使用 但是我們不盡然可以去辨別 所以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透過這邊 跟教育部的長官們反映一下 其實要基層老師來做這些事 沒有不行 但是他是不是能夠有一個簡單的縮貼 或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東西 讓老師們 他就像一個教科書或一個教案一樣 讓我們很容易去傳達 一方面也是教育老師 一方面也是透過老師 把這個觀念傳達下去 對 事實上不管是央團 或者是縣市團 其實我覺得他們最近幾年的 有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他會有更多的 有點像這種slide 急問急答的 這種巡迴式的 就是第一線碰到的問題 立刻就可以反映進 像剛剛講的那種共享的教材上 當然共貝社的全文字房 現在當然也有很多大家自主發起的 所以我覺得 當然我們現在透過網路科技 本來就是不管你在哪裡 只要死去類似 瞬間就可以扣在一起 那像剛剛講到的萬物融入教學 這個情況 萬物融入教學 對 萬物融入教學 我覺得後面也要有類似這種 就是跨現實的公學團體 在這個後面之間 我覺得很好建議 對 好 接下來又一個問題 他說處理學生問題的時候 總要問他目標在哪裡 其實大人也回答不出來 那這個問題有更好的回答嗎 當然 如果一下子填空題的話 那他也不確定說要怎麼樣子 跟你溝通他的個人經驗 因為很多人的目標 他是不是只關乎他自己的 也是關乎他旁邊的周邊的社群 那所以除非你很了解他所在的那個環境 或跟他有一些低秀的經驗 不然他那個目標很難很抽象的 轉換成幾個字 就這樣子描述給你 所以我比較不會這樣子直接去問說 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等等 我會比較問說 那你關心什麼 那像聯合國有去發展目標 那169個背起來真的很困難 那但是他有17個 就是很漂亮的icon放在那邊 那就是說 你關心讓窮人變比較沒有那麼窮嗎 你關心這個 饑荒的問題嗎 大家更健康嗎 優質的教育 性別平權等等 大概有17個題目 那那些icon都很可愛 小孩也很容易了解 所以就有點像抓周 可能不是很像抓周 很類似那樣的狀況 你不需要講到很細 但是你就說 有就是全世界的人在2030年的時候 想要做到這17個方面的事情 那有沒有哪個讓你覺得比較親近 比較關心等等 所以不是他的個人目標 而是說全人類共同的這17個目標 他覺得哪個或哪幾個 一他比較親近 那我覺得這樣子開始討論 你才能夠透過他的這個選擇 來了解到說那他比較關心的社群是什麼 他關心別的人是什麼 那我當我們講目標的時候 好像都是要講事情 但是我覺得特別對於 前幾個學習階段的小孩來講 可能關心特定的社群或人 比起特定的抽象的議題 是他比較容易講清楚的 對 剛剛講的這個就是SDGS 裡面講了17個目標 我今天早上也剛聽那個 天下雜誌辦的教育論壇 也是提到這個問題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我想老師可能也是會騙你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其實接受到非常多的政策 非常非常多的政策 像講108課 剛剛講各式各樣的政策 其實我們不曉得 我們會覺得一個政策像一個煙囪 所以你很快你屋頂上蓋滿了煙囪 你不知道哪一個煙囪最重要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這樣的困難 有沒有 應該有吧 所以我們永遠都在滿足每個煙囪要冒煙 可是他應該有一個比較上位的概念 那個概念是我們 尤其是我們在座大概都是基礎教育 就是義務教育 義務教育它應該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本質 那個本質就是讓孩子找到他自己 讓孩子知道他有價值 那這些學科這些 這些所謂的布丁課程 校丁課程等等 那我想聽聽看就是說 你對於我們目前這個義務教育 我們其實課非常多 我們的課本也非常多 我們的內容也非常多 可是我們怎麼把這單純的一個 目標跟想法去引導孩子 對 我自己當然沒有什麼太多的經驗 我國人就錯學了 但是 所以我 這是我們教育的活動 對 就是我十二年過 這樣只念了七年 對 那就是 所以我真的沒有什麼第一手經驗 我念了三個優質員 六個小學 從來沒有做過暑假作業 所以 任何一個小學都只在一年 所以 我其實很難從 平時那個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真的沒有第一手經驗 但是我不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回答 就是 我們如果想要做的事情 是讓小孩在義務教育結束後 或甚至他中錯 像我這樣之後 他還保留這種學習的熱忱的話 那可能最重要的就是 幫他找到 即使他畢業了或中錯了 還會跟他一起學的夥伴 那這個可能比你現在 能夠塞多少指示給他 要重要的多 因為 你最常就只能陪他那麼九年 或十二年 外區中學的話 那但是他現在平均餘命 絕對不止 在十二年 後面還有六七十年要做 所以 我為什麼會比較強調 這種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因為說 不管他對裡面哪一個有興趣 至少在接下來二十幾年 二十年左右 全世界都已經有一群人 正在對這個有興趣 而且非常願意 因為這都是公共利益的目的 非常願意有新的人加入 所以 在這十七個題目上面 他加入的時候 並沒有搶掉 任何一個人的飯碗等等 他不是那種競爭型的東西說 你進去就有別人要出來等等 而是說 你想到一個新的 能夠處理永續發展的方法 那所有人都幫你拍手 都有鼓掌 沒有人受到威脅 那 挑這樣子的題目 引發小孩 對這樣子的題目的興趣 就表示說 未來他成為大人 這個出社會等等 他一直都有朋友 而不會因為說 他某個方面表現得太好 所以那個方面的人 還視他為競爭對手 不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挑題目 就像剛剛講的要挑空間 不是挑anti-social social media 是挑 pro-social social media 同樣就是找一些 pro-social這些題目 跟社群 然後介紹小孩認識 或者完全我這個 實驗教育的想法 這個體制教育不一定 完全是這樣 不過這其實也是 這個實驗三法通過以後 會讓我們去反思 就是體制內教育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一個 可以改善的地方 後面有一位有舉手 來 請 當正文您好 我是國小的葡萄老師 我這一切一起遇到 常常遇到就是 小孩子在看 在使用網絡的時候 會使用到不當的內容 還有性剝削的問題 那我覺得在處理上 會滿好心一點 那我應該怎麼樣去處理這樣的議題 或是怎麼跟孩子談 這是我比較困擾的地方 那希望您幫我解剖 謝謝 這也是小孩來問你說 沒有 因為我們在處理事件的時候 孩子跟我說 他有看了那些色情影片 那我在跟他談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會有點害羞 但是我在跟他談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 這些影片不是你應該看的 而且重點是要正健康的使用網絡 可是當我在講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覺得 什麼叫做何謂健康的使用網絡 我自己也會存在有很多的疑惑 甚至說小朋友在這個年紀 已經開始在交男朋友了 而且是數位上的那個虛擬男朋友 我現在才跟他談說 你覺得我也可以用我的 那個一張很帥的相片 表示我很瘦 表示我一表人才 可是有些時候我不知道 對面那個虛擬人是真是假 就是我在跟孩子對談的時候 我感到很疑惑 所以有可能 男朋友也是機器人爸爸 有可能我可以 我說我可以拿班上很帥的小朋友 下面去騙小女生 我就這樣跟他 可是我們這樣處理做非常好 對 可是就是當我在跟孩子談的時候 其實我在跟孩子 我會有一個什麼叫做健康的上網 或是說我怎麼樣去陪孩子去做 怎麼樣去引導比較正確的新觀念 因為常常會在網上不小心就會跳出來 對 但我覺得你的這個處理是非常好的 因為你並沒有告訴他說 不要去網路上教訓你男朋友 對吧 你是告訴他說 這個後面很可能是別的東西 而且你可以demo給他看嘛 你隨便拿別人的照片來換個臉 這樣子 那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子才能夠 讓他有素養 所謂的competence 所謂的素養 不是像以前說試讀 試讀是說 資訊來你可以做出判斷嘛 素養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資訊綜合之後 再做出你自己的創造 那當你能夠做出自己的創造的時候 自然就對任何特定的資訊 後面的那個虛假錯假的東西 就免疫了 這就好像是 如果受了完整的公民新聞的訓練 你可以自己寫出報道的話 那你就對這個所謂的假訊息 基本上就免疫了 因為你有受過相當於新聞學的那種訓練 所以我們在碰到任何的資訊來源的時候 我覺得重點都是 你怎麼remix它 你怎麼樣用它當作素材 而不是你被它所掌控 那所以 當然不是說立刻就要教它怎麼樣子去 就是remix那些換臉的色情片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就是你可以把它當素材 你可以把它當作討論的素材 當作其他的素材這樣 公開的去跟孩子坦然去討論這些議題 這是好的 再加上說用比較好的方式 告訴孩子怎麼樣去可以保護自己 這是我常用的作法 可是我覺得現在比較常見就是 像最近前一陣子的那個deep bag 就是換人的色情影片 其實很容易讓孩子是接觸到 而且我們是很難去訪讀孩子 使用網路上的 他會line用那些網路上的資料 或是搜尋到那些不對健康的東西 確實啊 就是說其實我剛剛提煙草 就是想要找一個 就是之前大家已經有社會共識怎麼處理的東西 你說你要小孩買不到煙 說真的不可能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小孩一定買得到煙 他用各種方式 想盡辦法也會買得到 那就算不是跟商店買 因為商店要驗ID 他也可以跟二手的三手的買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事實上 我們不可能讓小孩不接觸到香菸 但是我們可以確保說 他不會就是在沒有想清楚的情況下去使用 所以基本上我們怎麼樣面對香菸 或其他的這種藥品 我們就怎麼樣面對網路上的這些 不管是換臉還是假訊息等等 好 謝謝 好 現在還有一個企票的 好 對 對 那 信品在不同文化上面還是很混亂 確實 因為台灣有二十種這個國家語言 每一種還是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們是確實一個多元文化的地方 那 所以每個norm都不一樣 那這一位朋友提到說 一近日新聞 南光的人進到女生的澡堂 被視為不OK 但是加勒芙兒男側有女清潔員進入好像沒有關係 甚至男性也不以為意誘惑 男生赤裸上身打籃球或者蓋房子會有問題 但是女生呢 目前好像不行 那所以請問信品在不同文化當中 老師怎麼樣去看待 那我不是覺得說 剛剛舉的都是很棒的一些範例一些個案 所以我覺得重點所謂的素養 就是小孩要有能力形成他自己的見解 那除了公開討論之外 在課堂討論之外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別的方式 可以刺激大家形成自己的見解 所以就像剛才的那個題目一樣 就不是說好像就一定怎麼樣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看到一些新聞 或小孩當然也會好奇 也會問啊等等 那就大家一起來討論啊 討論說他自己的經驗裡面 為什麼他覺得這樣OK 這樣不OK 為什麼他的家長覺得這樣OK 這樣不OK 他的家長說不定雙方一方覺得OK 另外一方覺得不OK 這些都是可以分享出來的 那這樣本來覺得什麼都OK的小孩 也可以聽別的小孩的分享 他就知道說沒有其他人有他的身體界限 他還是要尊重 那本來覺得什麼都不OK的小孩 也會發現說 如果這個各方都同意的情況下 也許也沒有那麼不OK等等 但是除了這種就是公開討論的方式之外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別的方法 來所謂教這個東西 因為是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這是隨著整個社會的 norm 就是他的常規的演化 大家互相體諒 互相學習 OK 其實我的想法是 我們多半在學校裡面 大概都會 像剛剛那位輔導老師提到 都是碰到問題我們去解決 所以我們看到都是發生問題之後 其實在那個時候跟孩子討論 他多半效果其實不太好 因為就好像一個吃過 我已經喜歡吃糖了 你再告訴我 吃糖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已經知道糖的美好 我其實我如果早知道 我就不會選擇 對我身體不好的東西 所以我在想說其實 應該是換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說我們要越早跟孩子養長 討論的習慣 然後越早把各種社會上的生活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講三面九相 最外面就是生活情境 把那個生活情境在我們課堂當中 要融入當素材 不斷的去有互動討論 我不曉得這樣想 對 沒錯 是這樣子 而且其實除了透過互動 也沒有辦法達到共好 因為共好是在互動的前提上面 你才知道什麼是come on good 所以就是越早進入這個互動的狀態 確實就越好 所以自發互動不一定共好對不對 對啊 自發互動可能就是共壞 共壞 那是沒人懂 那個是說108課綱的三面 謝謝 謝謝 我是總綱委員 我是各法會委員 對 所以其實這個要讓教育部知道 就是他其實有點刻板 那其實他要告訴我們東西 可能就是 你說他是很大學問 可是他是很務實的東西 對啦 其實當初 因為我是總綱差不多成型才進去的 那我的工作主要就是 不要再讓課法會被叫做配向課綱 所以不管竹子的記錄 或者到後來課程會 也有學生跟家長的參與 那讓我發現說 其實參與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寫這麼多 但是如果第一線的老師 就是如果家長 如果學生 根本就看不太懂的話 就是太抽象的話 那其實不管我們規劃的多好 到執行上面 一定都會出各種各樣的問題 所以當時我們的push 就是讓外面的人真的知道 我們每個禮拜在探什麼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程度上促成 所謂柔心課剛的這種想法 就是說不管國教育寫了什麼 那反正你就參考就好 那絕大部分是 每一所學校自己的課發會 有自己的老師校長在自己的陰地質疑的情況之下 去最大可能的去使用這個彈性 那當然因為之前前面 從國立院議案時期到 最近都是剛性課剛 所以你說108要一下柔性到什麼程度 大概也沒有那麼容易了 但是總之是往這個我覺得比較正確的方向 OK 好 那我們又有新的啟發 提早回去 就是在課堂當中講少一點 聽多一點 其實鼓勵孩子多講 我覺得這其實是 如果要達到2030大家共同的標準 一定要孩子有想法 我在想如果他沒有想法 那我們以後可能會很難過 因為這些孩子都會長大 以後就會主導我們的社會 那接下來還有下一個問題 父母的男女友別觀念比較薄弱 導致小孩子會去碰觸異性 例如摸女生屁股只是碰一下 而不是在屁股抓了一下 應該沒有關係 請問 對於家長和小孩 應該如何給予適當的觀念 對 我覺得這個就像剛剛講到 就是身體界限的問題 就是他不管是同性也好 也許有些人不喜歡同性碰 對不對 就是不管他的同性也好 異性也好 重點是小孩自己的身體界限 跟別人的身體界限之間 怎麼樣子盡早的讓他可以 真的開始講這件事情 可以了解這件事情 因為不然的話 對這個小孩也是 可能不是很好的事情 他未來的身體界限 他可能覺得說他被侵犯了 他也覺得 但是從小我就覺得 這好像應該沒關係 他也不會再去講等等 那這個對他自己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不管是 只有一點點不舒服 還是已經到很不舒服的程度 那不管是別人不舒服他造成的 還是他不舒服別人造成的 我覺得就是要把這些不舒服的感覺 讓他很容易的 就可以在各位輔導的老師 或者是前任老師等等的協助之下 就變成他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可以很容易提出來討論 那提出來討論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引導他去想 就是設身處地 他是另外一方的這個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不需要太多的時間 大部分的小孩都可以開始理解到 原來每一個人 或者每個人所出的每個文化 或者在那個文化的特定場域裡面 都有不同的身體界限 那這個概念越早進入他的狀態裡面 那他未來就越能夠去尊重別人 OK 我想在這裡也廢廣告一下 我們這幾年辦了性敏聯繫 都比較降低法令的原因 也是在這裡 因為我們每次在做法令宣導的時候 其實現場老師都很害怕 只要發生窒息疑事就要通報 只要窒息疑事就會控管 然後只要窒息疑事 你沒有在時間內處理完畢 就要被叫到那個姓明慧去做報告 就是大家都會很害怕 所以我想還是回到那個點就是說 我們越早跟孩子聊他自身所有的問題 其實是越能夠建立一個適當的一個觀念 對 其實像我之前有過一小陣子 就是幫治安處 就是尋求院治安處 那像治安通報 就是我們那時候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都知道說每個政府的機關 包括地方政府都有自安專責人員 那他碰到任何情況 就算是一點點他覺得可能是自安實踐 說不定不是 那但是他還是應該要通報 如果他的服務受到影響 但是因為以前都會有一種通報 就是接下來就要查處 就要記過 反正就是一些負面的這種回避系統的東西 不是接近系統說 你通報就會有人來幫你忙 你以後就可以確定不是你的問題 你的責任可以釐清 之後就會再發生這種事情等等 所以大家就會延緩那個通報時間 但當延緩通報時間的時候 我們從中央的角度來看 來的就都是蠻糟糕的狀況 所以這是一個惡情循環 那你就會覺得說 那通報上來的一定就很嚴重 一定要絕究責任等等 所以當時就是我們的相關就是 就是盡早 就是就算有一點點疑似症狀 就算只是小感冒 也要趕快快閃一下 那種感覺 就是不要覺得說快閃也好 這個自然通報也好 或性病通報也好 是你要拖到後面在做的事情 那就算只是心裡有一點點疑問 那也可以很快的去找到這個資源 那這有一個方法 就是負責支援的這一組人 就會開始覺得說 那他陪你輔導 陪伴等等的角色就會開始變重 因為還沒有很嚴重就在他的手上 那我覺得這樣才會一個比較良心的選擇 對 謝謝這個專案委員提到這個問題 這個也是我們目前這樣辦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希望大家能夠提早 就是說不要試通報的位途 或非常怕去通報 其實當孩子發生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就提醒我們其實有哪些思維 是我們該注意有沒有處理到的 也許孩子的想法 他已經超過我們 也許孩子在原生家庭 他的觀念是需要理清 沒理有可能 所以這個東西都有可能 因為孩子的樣害真的太多了 那在在每一個行為 就是提醒我們該做哪些事 可是現在的一個狀態就是說 老師都太忙了 就是現場的老師 尤其中小學老師 我們的編制 我們的行政編制 其實是非常的不足 所以每一件事 對老師來講 可能都是那一根稻草 隨時可能壓垮駱駝的那根稻草 所以我在想老師也不是說不願意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而是以目前的狀態 教學也很重要 各項的議題也很重要 那這一個什麼 霸凌啊 性貧啊什麼都非常重要 那到底我要先處理哪件事最重要 可能會擔心的是這個 是啦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身體階嫌一樣 就是當它還不是很嚴重的時候 說不定你就容忍 可是當你的身體階嫌就是繼續容忍下去 那到最後你的自由度就變少 就是所謂喜樂的無助感 就更不敢為自己發生 那但是一個人的時間界限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 現在有了即時傳訊軟體之後 而大家都沒有這個上班跟下班的差別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你的時間界限正在越侵蝕 那但是就是說 我們對時間界限的侵蝕 好像比較容忍比起身體界限來講 至少沒有一個姓平會去管這個 就是下班後奪命連環後 但是 其實你應該可以想想 這是很像的事情 對 所以像我就是很清楚 就是LINE我在上班時間絕對不看 我就醒來看一次 下班看一次 把它當email看 那如果是email的話 那是會看 但是一定半小時再看一次 而且是準點跟半點 隔看一次 那所以你在中間就 就絕對不想 不用想要打擾我 二十幾塊三十分 其實五十幾塊零分 我才會去看我的email 那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我不會被打斷 所以我可以比較認真的來處理那個當下的狀況 那我如果會被打斷 尤其是打斷我的那個人還沒有打字丸 他還在繼續輸入的那個最糟糕的狀況 那我就會變成 也許我可以轉換我的脈絡去玩咖的事情 可是我本來的這件事情的跨落體就會非常非常差 那這個一般的study都說跟你喝了酒去開車的那個狀況一樣 那所以大家都進入注意力缺失的情況 那在注意力缺失的情況 當你在switchback的時候 你就要花更多的力氣去補上前面 然後你剛剛已經丟掉了脈絡 那到最後就看起來很忙 但是實際上就是工作效率是非常非常糟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每半小時才打斷一次 每天一定要睡夠到八個小時 上班下班 就是只有兩個point去看line等等 那個當然就是我的空間界限 就好像身體界限一樣 那只要有人push 那不管他是院長還是總統 那他這個來 那我就會pushback 我就說好那這次因為疫情嘛 緊急被指揮中心徵兆 我無話可說 但是下一次我們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就會對我們雙方都比較好 所以就是說不是說完全不能 通融 但是通融完之後一定要想說 那我們回到本來的節奏 那下次怎麼樣子可以做會比較好 那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就比較不會有好像時間不夠用 或者怎麼樣的情況 因為如果我有睡夠就八小時以上的話 就算有那麼多不同的要求 大概醒來都會想到一些創新的方法 可以好好地運用半小時 然後同時環境幾個要求 謝謝 這提醒提醒我們一件事 當你每天在教學生 在幫助學生的過程當中 自己也要畫界限 自己也要畫一個時間界限 因為當你的能力全部耗盡的時候 你也沒有辦法幫助別人 我想各位要抄起來 自己也要接線 但是緊急事件 人家聯絡的時候一定要回 你可以push back 告訴他最後一次 因為疫情不會天天發生嘛 對不對 那下一個 這個也是我的問題 當然這不是我問的 進入網路世界比較快樂 回到真實世界就不快樂怎麼辦 不過我想真實世界跟網路世界的區分 已經很難分了 所以現在我們用Slide 這個到底算網路世界還是真實世界 大家用手機提問 這個算網路世界還是真實世界 所以應該是問出 在網路世界讓你快樂的那些成分 有沒有可能融入到你真實世界的空間安排裡面 你融入得越多 那那些開心的部分 就越變成你可以跟其他人分享的 你融入得越少 那當然就變成好像 就是逃避或虛無主義 就是那些讓你開心的部分 沒有辦法跟你實體世界裡的同事 或你的家人來分享 所以我覺得就是 剛剛講到share reality 的意思 並不是說大家都戴個VRE已經 而是說像Slide這樣子的工具 你越多的把網路裡面 讓你開心的部分 引入你的實際的工作或生活裡面的話 那大家也會發現說 網路這部分還不錯啊等等等等 那到最後就變成是 你在網路上面是prototype 是先去試一些 在真實世界中 你不快樂的狀況可以怎麼更好的 這種實驗 那實驗不一定成功 就像剛剛講實驗三法 也有很多實驗教育 幫你看倒的對不對 但是它怎麼倒 那這個方法 確實也可以回來 讓我們的國民教育知道 說那這種方式可能 國外OK 國內的不行等等 所以就是說不管實驗成功或是 在網路世界裡面 裡面你學到的東西 都可以在真實世界有一些應用 那這兩個的硬去把它區分 那是就是手機 四九九吃到飽以前的事情 但是四九九吃到飽以後 我覺得大家都是橫往的時代 隨時都是你可以把我們 的某個部分 帶到現實生活中 也不會有什麼marginal cost 不會有什麼變金成分 不過這一個問題 我想延伸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普遍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在現實世界裡面 他其實自我認同度很低 他在可能班級被接受程度 或是他的跟同輩之間的 互動的關係不太好 那他在這個網路世界裡面 他就變成另外一個角色 不是他真實世界那個角色 那他就會 其實他就會喜歡掛在哪裡 他不想要回來 可是我的意思說 他還是連續的 像我二十出頭的時候 我也是在網路上面 交了很多朋友 那一起做電腦語言等等 後來我就是花了兩年的時間 環遊時間 就是叫沙發重浪 就是去住到 我也從來沒有遇過 但是在網路上 認識很久的人在家裡 然後直到他受不了我為止 他就要推薦下一個人在哪裡 對 對 那有一個數學家叫Rbush 他沒有網路的時候 就已經這樣做 有網路的時候 這樣做自然更容易 所以就是說 真的是一種天涯若不明的感覺 尤其是現在視訊 你剛剛講沒有編輯成本 所以以前大家擔心的安全問題 什麼現在也幾乎是沒有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網路的好處就是 它是按照共同的價值 共同的興趣 把人集合起來 但是那個後面都還是真的人 所以當你確定他是真的人的時候 他就變成你的真實世界的一部分 那你的那個比重 是可以自己挑的 你如果自己想要做一個學習計畫 還有cap stones等等 但是你的學校完全沒有任何資源 因為沒有別人對這個感興趣 但是在某個別的地方的 某一所學校的某個班級 某個學生某個教授 剛好也在做這個題目的話 那你透過網路接觸到這些人 你不妨就透過就是遠距的 或者是現在當然有些大學系統 也可以提早在高中的時候來使用等等 那就直接把課堂的某一部分 直接變成那一個社群的一部分 那這樣子他就不需要 一直是一個虛擬人格的一個感覺 他反而是透過這個網路之間聯繫到的人 可以提早變成他的同情 對我懂了 所以我剛剛的那個思維其實是一個不對的假設 因為我認為網路世界是危險的 其實現在已經不是微不危險 因為背後他還是有一個真實的人 他是用那個角色在扮演他自己 他可以取得一個成就感 那他就是一個事實的狀態存在 所以如果孩子他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可能要協助他去當沙發沙發 對啊 沒錯 OK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下一個問題是 網路資源的定位要如何看待 例如屏東強迫老師使用 教育平等英才網要滿足一定的時數 也要求配發軟體要滿足一定的時數 基層教師專業無法自主 該應如何自取 如果是老師您會如何應對 這個要不要 這不是他的 不是他的 對啦 我自己也是 都是我的桌機在看環教影片 我自己從來沒有看過環教影片 對 不管是我的環教沒有興趣 我都看影片沒有興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當你規定一定時數的時候 那他基本上就像這個提問講的 就是他是在講說 你可能沒有這種自主的專業 所以我只好強迫你 因為就是不會用教育平台嗎 那我不強迫你 你怎麼會有用的機會呢 等等之類之類 但是就像剛剛講 這個是制定在一個 就是當年可能波階上網還很貴的 那個年代的那種想法 就是學校有資源 那在學校去使用這些 就是學術網路已經幫大家付的錢了等等 那我們在這樣子的地方 就有點像是 那時候什麼不利益 經濟不利益地區要設公共電話廳 大家要輪流知道 怎麼樣用公共電話 這是我小時候的事情 對 但是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 現在大家都有手機 大家都是吃到飽紀錄啦 都是吃到飽的網路 所以任何的平台 任何的東西 應該是它來配合你的手機 跟你的平板 跟隨便你平常怎麼樣子用 而不是你去配合它 如果是你去配合它的話 那只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 那你平常沒有辦法上網 但是這個是 就是國家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的錢產 當然已經變了相當多的錢區 確保說你在任何地方 應該都要有設備 而且應該都要可以上網 那未來還會有更多嘛 包含說可能一些載具 學生可以帶回家 暑假還可以用等等 所以到這些最基本的東西 解決了之後 那在上面應該就是 我們自己作為 就是教育工作者 平常習慣用什麼 像剛剛作為遊玩者 就是覺得哪些東西 比較順手 那應該是 不管那個載具 或那個格式是什麼 應該是這個內容 去配合這個格式 而不是說 要我這邊來配合這個內容 所以我是蠻同意 這個提問的一個基本假設 那如果還沒有辦法 一下調整成這樣的話 那都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在想提問的老師 應該是很希望把這個問題 反映上去 確實 因為這個是我們申請載具的一個基礎條件 因為我們也有申請 我們也很擔心 因為我們如果會打時數 我下個學年度 我就不能申請 理解 其實現在學校平板量都不夠 我們期待會 深透過這個平板進來 可以讓學生有更多載具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如果在上面跑的東西 本來就是你日常都會用到的 那這樣的話 當然也不會有時數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是兩個 就是 content 的部分 我們自創的 或者自己平常用的 比較難進入這樣子一個平台 那在 device 這邊 又指認 就是由上而下的這些 使用方法或這些內容 但是我覺得 我一向都覺得 實際在第一線的人 才真的知道哪一些內容 或哪一些應用程式是好用的 所以這種就是 crowd curation 就是每一個使用者 應該才是他的策展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確實是應該要戴上去 那這個我們會繼續跟教員部討論 謝謝 謝謝問問題的這位老師 因為不是只有你們這個問題 校長也有這個問題 是是是 好 那下一個問題說 孩子如果已經自我揭露 性別認同 與生理性別是不同性 那教師在教育現場 該如何去應付 我覺得就是把這個當作 任何一樣的就是 一般就可以討論的一件事情嘛 就像現在性侵想也是一個 就是他不想出櫃那是他的自由 他想出櫃也是他的自由 這種事情 他不會被當成是說 好像他不要關在櫃子裡面 然後他的福道老師知道 但是甚至其他老師他都不敢讓他知道 我們不會讓他在這個狀況非常久 我們會告訴他說 其他人知道那就有更多可以寫出他的部分 但是當然要知道到什麼程度是他自己去決定 所以就是說往後面的這個部分 就是他要怎麼樣子去跟其他人討論 不是只是他自己一個人的責任 而是所有他現在讓你知道的時候 那你也可以去告訴他說 那怎麼樣子去跟大家講 這件事情是比較好的等等 那我覺得就是normalizing 就是不要把它當作是只有他自己要去想 他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他要怎麼樣解釋 而是大家一起可以來想這一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mainstreaming 就是所謂的主流化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大家可以一起來想的事情 而不是只有那所謂的少數 要為所謂的少數去想的 對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正常的議題 這是他本身個人的一個狀態 那每個人都有權利去討論他個人的一個狀態 去決定他要不要討論 什麼時間討論跟什麼人討論 所以我覺得一個 我們當老師有一個很基礎的角色就是 他如果願意跟你討論 表示他相信你 你就當一個聽眾遞他講 那我想我們對孩子之間彼此的信任度就夠了 他可能需要找到的就是這個聽眾 就是像我們如果是透過網路一起學習 都是打鍵盤等等 你根本不知道對方是左力還是右手這樣子 但是就是說 那我們如果突然進入同一個實體空間了 那一刻你就會發現 有些人左手用的比較順 但是你不會因為這樣子 你就把它變成是好像這個人就是 不是做片子 是他主要的level 不是這樣子嗎 是你跟他本來已經學了什麼 已經創作出什麼 他還是他嗎 是說你現在多知道一件關於他的事情 這樣子 OK 好 那下一個問題 他說網路虛擬世界 青春期孩子只迷戀看動漫人物 不愛真實人物 不愛真實世界的人物互動 那請問老師該如何引導 我覺得這個都用引導的字 這些也要引導嗎 你說引導他多看別的動漫人物 告訴他說你看這個不怎樣 老師收藏給你多 其實我不確定要引導到哪裡去 就是說如果他迷戀動漫人物 那他說不定就是想要從事動漫相關的工作 說不定他接下來就是動畫師就做個返校什麼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從他的角度來看 這個迷戀如果是他的興趣 而不是他有什麼 他也想要跟真實人物互動 但是他有一些身心的狀況 然後他很難互動 那後面這個部分當然是我們福島老師可以做的事情 他可能有一些phobia什麼 但是如果是他跟真實世界的人物互動 並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他非常偏好跟動漫人物互動 那就是他的一個偏好而已 那所以就是你的 不知道你的收藏說不定可以跟他分享 那初次就不知道還要引導什麼 對 你就接受他 搞不好他很喜歡當那個動漫人物 我們小時候應該也都學過想當蜘蛛人 就給他跳下去吧 對不對 只是當你18歲以後 你就不敢對外說 我的偶像是蜘蛛人 對不對 因為我老公我記得他曾經跟我講過說 他小時候一直的偶像是那個 第一次搶銀行那個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李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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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李斯科 他 我認識他沒有多久 他又告訴我說我的偶像是李斯科 結果是一個罪犯 可是他也許 我現在回頭想 也許他有他覺得他很厲害的地方 因為他敢去搶銀行 那他都不敢 他只敢搶媽媽的錢而已 好 那我們看到下一個問題 國小現場端的心靈教育可能因為家長或老師自己的保守想法 處處受制 而有些想法可能又太前衛 請問老師對於現場端的心靈教育的拿捏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倒沒有什麼前不前衛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是在生活當中教訓 並不是直接灌輸他 一整本Judyce Butler 然後他退下去 當然不是這樣子 而是按照實際他碰到的事情 告訴他說世界可以有各種看法 我舉例 好比像說像剛剛講到那個李斯科 那我們之前有過一個 大家可能還記得的去年四月粉紅口罩事件 小男生打電話到1922的時候 不敢穿粉紅口罩 上學他的男同學都有藍色的口罩 隔天就所有人都穿粉紅口罩 然後指揮官說他小時候的英雄不是李斯科 是粉紅豹 就是TING F TING F 這個就是很棒 從性別主流化的角度來看 這個並不是什麼前衛的想法 這個就是指揮官他的性別主流化做得非常成功 他覺得穿粉紅的口罩很不錯 蠻炫的 事實上粉紅口罩在那個時候就流行了一陣子 直到同時流行的時候彩虹口罩也很流行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其實在當時不但有風味上面的意義 就是讓大家更願意因為Fashion的原因去穿口罩 而不是指揮官讓大家穿口罩 而且也讓我們發現說 那你要講性評議題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一個例子 就是顏色不表示特定的性別 那你如果喜歡某個顏色 好像指揮官喜歡玩皮包一樣 你就大方地講出來 對吧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家長我覺得也不會有什麼push back 這個有人會因為指揮官喜歡玩皮包 你就不聽他的指揮嗎 好像也不會 所以就是你可以去拿這樣子的實際的例子 去當做大家討論的素材 那不管他提出什麼想法 那就是他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你灌輸給他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這些生活化的案例 大家就是有時候可以互通有舞 這種教材這樣互通有舞 但是都不是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或像說你聽到指揮官的這個故事 你就一定要開始去背心的拼斷綱領第幾條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OK 其實這個東西我可以補充一下 這個曾經發生在高雄 我們離境的縣市 就是老師在跟小朋友講解 應該是高年級講解保險套的一種方法 對 然後高雄的家長就是給他 是新聞去訪問 然後他就截圖 就開始大量的一個攻擊 就包括開記者會等等攻擊 那一則是抨擊這個老師 再者他就認為說 他在課堂上去講解所謂的同志議題 他認為他試圖去引導孩子成為同志 就有這樣的一個比較偏 比較偏激的一個說法出來 對 那那個老師 其實他受到非常大的困擾 那我在想說他講的前問議題就是說 在我們教學的過程當中 其實像這個性頂的課綱 他的綱要裡面也都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議題在 重點是我們要教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保險套本來就是應該要讓孩子知道 因為這是一個保護措施 可是在什麼情況下交 還有家長會不會有不同的一個意見 我想他問的可能是這個 對啦 就是說當然 我們剛剛講到的家長就是參與課堂 這當然是一種 就是我們拖到很後面才參與的這個狀況 那事實上可以在比較前面就參與的 我一直是覺得說 我們如果是要在我們的課堂上面去 而且自己已經知道的情況下 就是去挑戰一些本來家長覺得說 在國瑜課堂或什麼課堂 可能不會碰到這個題目吧 但是因為我們新課剛好融入教學嘛 其實任何課堂都可以融入任何題目 包含先拼的題目在內 那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先讓學生跟家長知道說 那我們是很有意識的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不是有意識的在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感覺上學房這個老師他自己要承擔全部的責任 但是如果是校課發會 或者校長或什麼已經說 沒有 我們就是要這樣子做 那是一整個教學社群可以去跟家長的社群去討論 說怎麼樣會比較好 甚至透過他不知道觀課啊 還是什麼樣子的方式去figure out 就是去找到什麼樣子deliver 那大家是覺得 這樣子是可以討論所以不滿意 但是還可以接受等等 所以我會覺得是整個專業社群在後面的支持 然後以及是事前讓大家不會好像被 就是cold unaware 不會是意外的這個情況啊 我覺得是蠻重要 但是有這種案例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可以變成那接下來討論的一個題目嘛 對不對 因為就像剛剛講到是指揮官喜歡玩皮包 不是我 所以我現在只是提出指揮官喜歡玩皮包 讓大家討論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很討厭玩皮包 你也不會來罵我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類似的這個情況 那大家就可以去參考說 那你要跟家長 你要跟學生 你要怎麼樣去講說 那我們融入教學 用這種方式融入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一些這種案例出來 然後說你這樣不 comfortable 那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我覺得這個大概都是一個光沖的步驟 那其實回到我們教育現場 其實這些事情可以在課發會裡面 或是課程計畫裡面去呈現 因為課程計畫都要掛網 然後課發會裡面他會有家長參與 那基本上就是在規劃底下去進行這樣的事情 那還有一個就是提早跟孩子去溝通 跟孩子去討論 那他就會變成一個素養 而不是一個鐵丁丁的一個課程 對 好 那下面一個問題是 家庭功能完全喪失的孩子 在沒有其他外來人力的支援下 教室該如何將已經深度成迷網路的孩子 換回現實 對 當然這個要看你就是願意涉入的多深 你可以完全代償性的就變成 類似他的家庭功能 但是每個人的時間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再想到就是多個小孩一段長時間的情況 自己會累垮 所以我會建議說 您說無其他外來人力的支援 那就是要集中在這個上面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不是說你的教學現場一定有什麼別的外來支援 你可以透過網路上面的社群 像學伴等等的這種制度 就是幫小孩找到他沉迷網路裡面的 對他來講比較正向的一群人 然後就像剛剛講到 他如果特別沉迷某一個社群 但是裡面的某一些事情 他其實是會在現實上發生的 不是說要他去沙發衝浪 所以我講的是一種 就是比較像是實體世界的互動 活動啊 或者是他的這個網路上面認識的這些人 他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的身份 也是這個小孩可以去一起學習的 他可能在一所大學裡面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等於你帶著他去認識這些 他未來的實體世界也可以去 進一步變成他的老師 或者朋友的這些人的話 那你就多了一些外來人力支援 那當然完全要靠你自己 或你身邊的人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具體建議就是 你去看他沉迷網路的那個部分 去找到那個部分裡面 有一些人願意去繼續支援他 而且是在現實生活中 不是只是網路遊戲裡面繼續支援他 然後慢慢的他就會有一些 就是至少是同儕 不一定是家庭的這種功能 那就不需要一直這樣子呆場下去 那大概除了這樣之外 也沒有什麼別的比較經濟的辦法 那但是我覺得現在比較好的就是說 不管他沉迷什麼的網路的狀況 我覺得都不會造成他太大的經濟上面的 那如果他是不斷課金的那種的話 那你趕快引導他到課金的那個部分 那如果只是純粹人際上面的 那現在就像剛剛講的寬品 基本上不太需要費用 那在上面的創作 基本上也不需要特殊的儀器或器材等等 那他光是花時間在這上面 我覺得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可是他花時間怎麼樣引導到他在實體裡面 去形成人際關係 就告訴他說 網際網路就是讓你認識實體世界的 你的新朋友的一個方法 大概是這樣 OK 我想再加問一個問題 我想剛剛那個問題 我自己碰到過一個個案 就是小朋友非常沉迷於 那個手遊 這個叫手遊 就是遊戲裡面 遊戲裡面 然後像如果他沉迷於遊戲裡面 他就玩遊戲 然後我們應該去 怎麼找資源去協助他 那就是找更好玩的遊戲 那就是找更好玩的遊戲 事實上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他沉迷某一個遊戲 那那個遊戲你覺得就是他是單人的 或者是雖然是多人 但是就是完全沒辦法認識別人的 那你除了介紹他就是更能夠認識別人的遊戲之外 那基本上你不可能告訴他說 那你這個就不要玩 因為他已經是陷在那裡面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去玩這種開放式的遊戲 自己平常不要說你花很多時間 那你至少知道 小孩講Minecraft裡面的字的時候 你不要完全聽不懂 這個我覺得是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這個時候你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才能夠引導到他進入一個 可能在裡面也已經什麼 無人島帶來做什麼東西的那種世界裡面 而不是說你完全聽不懂他的語言 那這樣就很難引導他 我已經跟不上了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那個手遊裡面在玩什麼 所以大家真的要記得玩 因為否則孩子在講什麼不知道 我們也沒有辦法介紹他更好玩的遊戲 好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是 在停班 停課不停選的時候發現某些孩子 在線上表現優異 在鏡頭後或是Classroom的平台上面 都能夠自在發問 但回到學校現場 這些孩子就沒自信而退縮 想請問除了教學方法改變之外 還能有什麼方式引導學生 不過停課不停學的時候 你本來就已經改變了你的教學方法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只是說 你在實體的現場 還有沒有可能留一些這種 在線上的教學方法的空間進來 那Slide當然是一種 那或者是說每個小孩 如果他自己有自己的平板的話 那盡量讓他不需要舉手 他可以就是一面聽你講課 然後一面在那個平台上面 還是可以用就是 不管這邊叫Classroom平台 我是沒有用過的 但是就是他大部分的平台 都有一個不是純視訊 而是你一面在實體上課 你一面還是可以用 他的誤動功能的那件事情 去虛擬的舉手啊等等 所以我會覺得說 因為這個跟這個小孩 實際的狀況有關 我很難知道他具體是什麼狀況 但是通常都是說 他需要一點時間來整理他自己 那如果是在旁邊有peer pressure 就是他隨時會 可能需要注意 放在別人身上的情況下 那他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好的整理好 他自己的這種想法 那這個時候 就是你給他一個平板 或者是說 你讓他某種程度上面 可以試檢課 上課之前 就提出他想要討論的問題 或什麼之類 我覺得你不需要改變你的課堂上面 那一堂課本身的教學方法 那你可以繞著他旁邊 那一堂課前面 那一堂課後面 等等這些做法 然後使用一些輔助式的技術 讓他這些問題還是可以進來 變成你的教學內容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 因為非常看個案 大概沒有標準答案 但是即使是在四十分鐘課堂裡面 我覺得還是可以留個五分鐘之類的 去給我們線上的 或者是即時的classroom平台或其他的東西 OK 反而是我們多了解一個 學生有不同法文的一個 有一個hybrid 對 有一個方法 那剛好可以善用這個方法 好 下一個問題是 請問擴增實境或元宇宙 有機會改善城鄉差距嗎 如果可以 如何實現 當然 既然大家都注意到的 就是Telework 尤其是矽谷的大公司 現在大概 遠距上班已經變成就是很常見的 那比我們先碰到疫情的東南亞 很多的新創啊 電商什麼 現在可能一大半的人也都是遠距上班 那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那你在台灣的話 那你也可以領國外的那種薪水 然後而且你住在哪裡 只要頻寬是一樣的 那就是一樣的 事實上生活品質很可能大多是比較差 那所以事實上就是很多人會變成 所謂的Digital Nomad 就是數位的遊牧民族 我們在這兩年也看到很多人拿所謂的就業金卡 他的公司或他的工作根本還是在海外 但他就是覺得台灣比較安全 比較不會就是染上病毒 然後他喜歡衝浪什麼 不管什麼原因啦 喜歡美食總之就是來台灣 那 那來台灣之後 他就是整個心都還是在國外 那這樣子的情況會越來越多 那當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大概不會挑什麼大城市 他就會挑一個就是自然環境優美 而且他也很容易就是去從事這種實體的活動 等等的這些地方 那我們在台灣內部也看到越來越多 有能力這樣子線上工作或telework的 以前都會出國嘛 那些也不出國的 就是完全是用遠距的方式來做 那慢慢的在很多地方都形成這樣子的聚落 就是數位有牧民的這種聚落 所以你越看這些聚落越多 越會知道說擴展時勁啊 所謂的元宇宙啊什麼 他怎麼樣子實際上改變大家工作的方式 那麼未來我覺得我們的工作的場所 也必須要因此而改變 因為在以前可能全台灣就只有這幾家 是學這個的人可以去上班的地方 但是事實上現在因為全世界都可以遠距工作 所以這剛畢業的學生是他就可以直接到國外 因為他人不用去國外嘛 那這樣的話我們在地的這些公司 也必須要調整到至少一個禮拜可以幾天 讓他在自己喜歡的地方工作 或者是說不需要什麼東西 都必須要大家聚在同一個會議室討論等等 這個工作形態 現在看起來大概兩三年之內就有滿大的改變了 所以以後我們其實對城鄉的定義 不是依照建設可能是網路建設 就是網路速度 對網路速度來決定城鄉差異 那到時候屏東就不是台灣之偉了 真的就是你在屏東順利網路速度還比較快 因為比較少人分 人口密度 對人口密度就是一個稱讚 好 那下一個問題說 網路世界的言語霸禮 大人都未能正面看待 都未能正面看待 您對於網路中 對您的重傷或負貧 您如何處理跟消化 那若學生面臨到言語霸凌 老師要如何進行指導 那所謂的素養就是把這些都當作素材 那所以任何就是來的這種人生攻擊什麼 我就把它當作語言的材料 我就說原來中文可以這樣用 就欣賞他的創意 所以就是說 那這個真的也只有我睡夠才能這樣 我睡不夠也沒辦法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看到這種人生攻擊 重傷負貧等等 其實如果你去跟他對話等等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是剛剛講 接近系統迴避系統 你也會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迴避系統 你也會看到這些字眼更不舒服 那但是我是接近系統 就是說我看到這些之後 我不會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 事實上我不舒服的感覺 如果有一個新的自然 我會不舒服的感覺 我立刻就就是 就是泡一杯我沒有喝過的這個 味道的茶或咖啡 或者是趕快聽一個什麼音樂 就是用一些非語言訊息 去加上這個感受 那這樣子我如果有睡夠 再醒來再看到這個字 我記得的就是那個非語言訊息 就是很好聞的味道 然後喝的茶等等 那這叫精神按摩 對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就好像說 你按摩揉到一個痛點 那你不是說你硬去壓它 那當然很容易就受傷 而是說如果有學過方療什麼的 就是配一些什麼香味啊 配一些音樂啊 配一些燈光啊 什麼之類 那你慢慢的去揉那個地方旁邊 很快就鬆開了 鬆開之後 你再揉同一個地方 就不會痛 那之後你反而可以去用 這裡面正向的回應 讓旁邊的人看到說 原來他想要進入那些詞 是沒有用的 而裡面值得正面回應的部分 你有正面回應 所以他就發現說 原來只有建設性的新社會的 這些留言或者這些訊息 才會得到重視 那所有是想要進入你的東西 都變成創作的語言材料 就是你欣賞它 但是你不一定要去回應它 我決定回去今天泡個杯茶 是 而且我沒喝過的 七千塊的茶 對 我貴神有大概 二三十個茶包 所以就說C30取2 這個非常容易 九百多張素的 他其實不需要花大錢 那個邊際成本 我已經買了 所以就隨便換個什麼 薄荷加牛棒 還是 就是一種新的味道 大家要記得 等一下就先去買 現在周年慶 那下一個問題是 網路學校取代實體 學校是可能的嗎 你問一個中錯生 那當然是可能 我是這樣學的 我是這樣學的 對 我是覺得要看你要學的 那個題目 那因為我是 不管是哲學啊 語言學啊 設計啊 或者是什麼 那些都是 靈空建造 平空建造 它不需要什麼素材 你不需要什麼粒子對撞機 還是什麼實驗設備 就可以學了會的東西 唯一需要就是一台個人電腦 所以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 網路當然完全取代馬路 因為就算你去計算機中心 它也是那幾台電腦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但如果你要學的是一種 好比說你要學這個奧運 對不對 我今天穿這個奧運的衣服 對你如果要就是學怎麼怎麼打這個雙人的羽毛球 那但是大概目前網路的平衡 還不足以去把所有的這個球拍啊 觸感啊 所有這些東西全部都傳遞 可能還要六七年左右的時間 才能夠傳遞這種就是 共享現實的這種感覺 所以就完全是平衡而定 你要學的東西 它的那個平衡耗費越大 那目前你就要投資越多 才能夠讓網路來取代馬路 有些是非常的困難 但是它越抽象越有知識性等等 那以目前的平衡 其實已經可以完全完美的 重現一個課程裡的狀況的時候 那當然網路是可以取代馬路的 好 大家可能擔心 當網路取代馬路 當網路學校取代實體學校 那我們面臨不是少子化的問題 我們會提早被知見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交全世界的學生 對 加入全世界的學生 這是一個 好 下一個問題 是比較個人的問題 請問你出任民進黨政委 是為了實現自己的那個我 如果改替換代謝總統上任 一樣要聘請你當政委 請問你個人的意願如何 這可能有些誤解 就是我剛剛黨籍是舔我 所以我是民國的行政院的政委 絕對不是民進黨的政委 要加在前面 我也沒有黨籍或黨職 而且也不是我自己這樣子 我們九個政委應該只有兩個有黨籍 內閣裡面事實上 五黨籍的人應該是比任何黨派的人多 那這個是我們的憲政的一個特色 就是在行政的這一集是相對來講沒有黨派的 我們送了這個特定的法案的草案到地方院 那邊才有黨派 那這個跟內閣制就是基本上就是 黨團的領袖就是部長的狀況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蠻幸運的就是 我加入行政院的工作是2014年營地 參與領政委 然後毛治國院長的時候 然後之後張善臣院長 然後聯群院長 他們大概都理解到說 我不是work for the government 我不是為了政府工作 我是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我是跟政府一起工作 所以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我剛剛講那個時間結構 我那麼容易push back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 我不會去特別的屈下命令 給任何公務的同仁 我說我是公普的公普 所以意思就是 你有什麼難以解決的 我們社會技術幫得上嗎 我幫你解決 但是KPI還是你的 不是說我有KPI 你幫我完成 我絕對不是這樣子的態度 那也是因為2014年底 就開始在內的工作 所以我也發現說 事務官是非常的有創意 那我以前在外面都不知道 因為公務員服務法 他不能公開講 所以我也不知道 事務官那麼有創意 但當我進來這個政府之後就發現 那我如果能夠扮演一個 讓事務官的創意跟民間的創意 可以更容易的互相連結在一起 而不需要受到一些 像採購法什麼東西的約束的話 那像這次疫情的 不管是口罩的系統啊 是聯制的系統啊 疫苗的系統啊等等 那當然你在新聞上看 可能誤以為是我發明 但是都不是我發明 都是很有創意的事務官 跟很有創意的民間的朋友 透過互相討論 一起做出來的成果 所以我不會覺得 我是特定的掌握黨派的政委吧 那所以不管姓總統是怎麼樣 不管我是不是政委這個身份 而說去把就是公務人員 跟我們民間公民科技社群 互相接在一起的這個工作 當然還是很願意繼續做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 大家換代 只要可以有繼續努力的一個空間就會 我剛才2014年也不是民進堂青山 2014年 從我的角度來看已經改朝換在過老 對我來講 OK好了那下一個問題是 學生居然遠距教學的理由 順便上網做其他事 家長如何面對 承擔她是時間管理 對 對啊你單位時間可以做超過一件事情 那也時間管理大事 各位媽媽 下次要回去這樣 正相聚交一下對你的孩子 好 下一個問題 資訊時代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訊息流傳 要如何應對假訊息 是 我覺得對付假訊息最好的方式 就是大家一起去把它當作材料 當作素材 然後去找到說 現在這個最流行的假訊息是哪幾支 那這個他們目前R值多少 就好像那個希臘字母 這個Alpha Delta什麼之類 然後大家一起去研發 這個疫苗啊 藥物啊 護照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絕對來講 像那個有一個叫Cofax 真的假的這個社群 那任何人你用LINE去加入之後 那你都可以直接把任何假訊息 就是轉傳給他 那如果有人已經澄清了 他就會直接回給你 但是這個澄清的人是誰呢 就是你啊 任何人都可以寫 關於任何假訊息的澄清 那這個就很適合當作 媒體素養課的這種教材 所以大家很集中的去看 真的假的的資料庫裡面 今天就好像這個每天的Menu 今天流行最廣的幾則訊息是什麼 那如果他到最後大家查看完發現是真的 每個人都可以學到說 你怎麼樣子創造 推破出來 怎麼樣創造一個網路上會流傳的訊息 那如果你發現他是假的 那你的這個回應或者是你的這個成績 你就可以變成你的小孩的作業啊 或者是他們真的想到了什麼之後 他發現說透過這樣的方式 很容易讓大家一下就發現 這個假訊息其實是 什麼中共中央制法會長安間 他們微博獨家贊助 他們那邊先PO的 我們這邊才PO等等 那透過這種方式 你就不需要把任何東西下架 而是你讓所有看到這個 這個澄清訊息的人 不管他是透過真的假的 還是他是透過去世科技的防炸大人 還是透過boost call 還是透過什麼 反正現在有一整套這個生態系 那不管他透過任何方式 也有反詐騙也有 任何方式接觸到這個訊息 那你的小孩都會發現說 我立刻就貢獻到這個社會 我不是只是適度 只是幫我自己 我是素養 就是我幫助到很多人 OK 好 那下一個問題 你認為什麼時候可以出國旅遊 哪些國家是相對安全的 那這完全看就是 你對於風險的接受制度 對不對 就是現在大家如果打了兩劑疫苗的話 那至少他保護你的肺部 雖然不一定保護你的鼻腔 但是 就是肺部被保護住 那也還好嘛 對不對 就是染疫論 就是當作流感一樣 就是如果你有這樣子的覺悟的話 那你打了兩劑疫苗 哪裡都可以去 但是就是如果你還覺得說 那就是回來14天 或接下來十加四或什麼的麻煩 那或者是說 你覺得就是心靈會很不安 如果確診了 那會造成其他人的麻煩 雖然其實真的就在流感上多的話 那就比較不要去其他國家 並沒有什麼相對安全的 台灣目前應該還是最安全的 應該沒有什麼質疑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從某個角度來看 完全是你事先先告訴自己 以及你家人或什麼其他人 你可以接受的風險等級 然後以那個風險等級 然後來跳就是你出國旅遊的行程 所以如果你的風險能接受的程度還不錯 你打了兩劑說真的哪裡都可以去 OK 可以先把政經券在國內花一花 是是是 因為現在各些事都有很多例多 對啊 你國外的也可以刷數位的 對不對 還是可以刷電商 馬上推磨一下 馬上推磨數位政策 好 下一個議題是 網路性愛可以取代實體性愛嗎 我覺得不是取代嘛 就像剛剛講到網路教學 並不一定是取代實體教學 它可以在實體教學的過程裡面 也加入一些網路的元素 或者說你覺得某一些 就是課堂比較適合透過網路來教 比馬路還適合的話 那慢慢的再translation過去 所以我也不覺得是完全的去取代 那也是說你如果覺得某些談戀愛的成分 在網路上面你比較 comfortable 剛剛講的那個學生提問題 那透過網路比較 comfortable 一樣那雙方同意的話 那我覺得沒有什麼不行 那不是全面的取代 是某個部分某個部分這樣 OK 好 應該是多一個選項吧 對啊 對多一個選項 好 那下一個題目是 請問學生如果有不同的性別意識 如何幫助學生接受他人的眼光 或是如何在團體中自主 我們身為教育工作者 如何成為一位溫暖的陪伴者 不過當然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別意識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在建立共同的體驗 這件事情上面 也就是說與其去特別強調說 就是你跟別人不一樣 那你如果要強調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我們在做教育工作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就算你某些地方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你這種不一樣的感覺 別人也可以設身處地地拿 他別的不一樣的部分來統領你的感覺 就算只是剛剛講這個 我小時候是用左手寫字 那這個也許可以召喚出某些人那種 是少數的那種感覺 就算他不是性少數或性別少數對吧 那所以就是說 這叫intersectionality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自己在多元交織的感覺裡面 有些時候你在優勢的地方 有些時候你在少數的地方 有些時候你有privilege 有些時候你被剝削 那我們每個人因為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大概你都可以很有意識地找到 你在強勢的弱勢的等等的不同的狀況 但重點是說 把這些狀況跟其他人分享 在教學的情況下提出來討論 那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不管他覺得他在哪個地方是弱勢或小數 你可以拿你自己在別的地方的弱勢或小數的經驗 去跟他同理 而且也引導他去看到他的某些地方是優勢或的強勢 那在那些地方上面 他也不能去霸凌或剝削別人 也要去追蹤別人等等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動態的 他不是一個很抽象的 就是他要記得拿起跳什麼戒命什麼的 而是說他每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找到 他的強勢跟弱勢的地方的共同體驗 所以他還是要經過很多的對話跟討論 對 所以我們要更多的空白課程 是這樣嗎 專門拿來討論 對 因為就是不要有那麼多的進度 其實我們就會有很多時間跟孩子在討論 是 當然是 因為現在進度太多了 教不完家長會問你怎麼沒教完 好 下一個問題 現在很多孩子都有在觀看網紅的影片 深受影響 當孩子可能學習到不適當的行為的時候 應該如何去輔導 我覺得你就輔導他 就自己也成為網紅就好了 這樣就換他影響別人了 但是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常常說節目效果請我們模仿 那硬去模仿的就是不知道這個效果怎麼做出來的 那當然很容易傷心上來 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它是怎麼樣做出來的 那你反而不會對這些效果存有幻想 這就好像是說 之前 很久以前 如果打撞球 這個是一件學校所禁止的事情 那他看到很多他認識的人 可能鄰居什麼來打撞球 他覺得很酷 因為這好像是學校老師所禁止他的叛逆 那怎麼樣 那就會很容易深受影響 然後跑去做什麼 就是delinquency 飛行的這種事件 但是如果你一下子就說 沒有啊 撞球也好 現在PD5很紅啊 奧運小夢啊 什麼之類的 隨便什麼 但都可以變成過手 那突然變成就是 老師不但鼓勵你做 帶著你做 而且還說 那你也可以當黃紅的事情 那他就會開始知道說 這些事情 他不是因為叛逆而哭 而是因為這件事情 他過程 讓人覺得有創造的價值 或者是有創造力等等 而很酷 或者很開心 那這個時候 他的精力就會放在 去學習怎麼樣子 對他人造成真相的影響 上面 而不是只是好像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去模仿一下 他不知道怎麼樣做出來的 這種節目效果上面 所以越早讓他開始能夠 參與這種媒體製作的過程 或至少混搭的編輯的過程 然後我覺得他就越不會 被這種單純的效果 所擬紅 對的確是喔 我們會發現我們的成長歷程當中 越是被限制的 我們越想去做 裙子要超過膝蓋 你一定會在老師看不見的時候 把它折起來 縱使你買的時候 它是超過膝蓋 但是你穿的時候 它絕對會膝蓋之上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們假設 我們不要還是做這樣行為 那如果你換個角度 欣賞他做 找出他做這樣行為的美的地方 可能我們真的會看到很美的一個狀態 好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是 高年級學生對性行為很好奇 身為老師 可以如何正確健康的回應教導 當然就是 首先不是叫他不要做 因為就像呼應上面的那個問題 我忘記美國有句俗語 如果你想要做某件事情 有三個方法 你自己去做 我放心請人做 或叫你小孩不要做 第三個方法 你第三個方法還更快 所以就是說 你越是不要他去接觸 不要他去做 不要他去看網路上那些影片 那他本來就是好奇 那你不要他做 他就更好奇 所以事實上 是絕對是適得其反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還是一樣的 就是說 任何他看到的這些資訊 那你就是變成一個討論的一個話題 那因為性行為就好像是 就是人的任何其他的行為一樣 都有非常悠久的歷史 有非常多的研究 然後也有非常多的時事等等 所以你如果要討論的話 是絕對不缺素材的 那也不一定是說 他要有第一手的經驗才能夠討論 很多的小說啊 他一定也已經看過很多 這類的文學作品啊 或者漫畫啊 或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拿裡面的人物啊 角色啊等等來討論 所以越讓他覺得說 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 就是可以拿出來討論 那他就可以越正確的 越健康的 形成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因為到最後身體是他自己的嘛 他形成這個看法之後 他要怎麼用他的身體說 真的不是我們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責任是 不要讓他覺得說 好像不能跟我們討論 不能拿出來討論 所以還是要對話跟討論 好 下一個 比較個人的問題 政委身為一個成功的中錯生 怎麼看中錯這個問題跟體系 就像最近我們東港是營網嘛 很多孩子去東港台教營網 每天都補名不來學校 我都在想到底要用什麼角度去看 孩子去做八大行業 到底我可以當他的職業試探嗎 不過現在比較難 可能還要再兩個禮拜 實驗試探 因為八大行業還沒有開放 最近比較不適合見習 我要說的是說 其實我作為所謂的仲錯生 我剛剛一直想要強調就是說 其實整個學習體系 都還是在煩我 事實上是比我在國中校園裡面 還要更煩我 我在國中的校長 就是他說 我可以隔天就不來學校教育 所以他幫我處理 那這個我的物理老師 或國文老師 在學校的一些老師 也幫我去找資源 就是他們認識的教授 什麼介紹我去 就是聽他們的課等等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作為老師 我們當然自己也被 很多條條框框 剛剛講到監督課表什麼東西 處理到一個程度 那所以如果小孩有他自己的課表 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反而是很高興的 因為這表示說 我會幫他安排哪一步 他可以安排他自己 接下來好幾步 或只是就他安排的那個方向 提供一些 我作為畢竟年紀大一點的人 第一手的經驗而已 等於是一個一起學的關係 而不是教他的關係 所以如果剛好你也有 就是太教隱王的經驗的話 那你就跟他多了很多 共同的話題可以討論 如果你想要就是 教關於這個社區 他的歷史 很多文史工作 社區營造等等 那這個事件本身 就是他去參加太教隱王 事實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素材 可以從後面去探索去討論的 那他越具象 就是越跟他旁邊的生活有關係 他未來如果對知識 就是又產生了好奇的話 他才會記得說 他現在的這個第一手的經驗 跟某些知識是有關的 那不然的話 知識就跟他的第一手經驗 是完全脫鉤的 他以後不管學什麼 也不一定會應用回 他現在的這個社群裡面 所以我的想法都是說 他任何的一些第一手經驗 如果你有之前有過 那這個就是你跟他共同學習的素材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也許他傳過來可以教你 就是傳過來可以 引導你去認識更多 那你可以透過你的知識系統 去做一些詮釋等等 那也會讓他覺得說 那老師是配我一起打電動的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到的那個網路遊戲 也是一個一樣的情況 他沉迷網路遊戲 跟去洞岡開招隱王 並沒有什麼哪個好哪個不好 他都是另外一個人幾乎農的場域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幾乎一切 當然都可以同時應用在這件事情上 好 這個應該是大家都要練習的 我們怎麼對孩子 就是我們可能要調整 我們對孩子的那個角度跟方式跟目標 因為我們兩個都比較容易設定在 他知識的學習 對 好 那下一個問題 可否我請你分享一下 他個人在自我性別察覺的歷程期間 有的認識跟感受 是 就像剛剛講到 就是我很早 可能第一次先認識以前 就發現說 也可能因為我先生的心臟病人關係 就是我的發育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樣 那當然後來我有去念那個高古童的濃度 那當時我好像才二十出頭吧 那念出來就是差不多跟八九十歲的男性 差不多一樣 也就是說 差不多介於二十歲的男性 跟二十歲的女性的中間 的高古童的濃度 那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對於 就是人格的法育 腦的法育 大概都是比較決定性的影響 所以我當時就了解到說 原來我第一次青春期 其實好像有點沒有走完的感覺 就是跟一般的雄性的法育 並沒有那麼多 那後來當然就也了解到說 網路上也有很多類似這樣子 不管他是intersex或者他是queer 或什麼 他的法育的狀況也是跟我比較像 所以我就不會有狀況 我跟大家都不一樣的感覺 是說先有一群人 他跟我很像 那這群人又讓我知道說 其實所謂的一般人 也沒有什麼一般人 每個人都有 也有狀況跟我們重疊的部分 所以我當時也就蠻好奇 所以也就用 就是所謂的HR 就是HERMON 替換的方式 那又經歷了第二次的青春期 那也發展了大概兩年左右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 我就像剛剛講的 並不是因為有第二次青春期 我就說 那本來這個男生是我這一國的 你或是那一國的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就好像我先學了小時候 我學台語或者是話語 那但是我長大了 學德語或者英語是這樣 就是我又多了一種共同的體驗 可以跟世界上更多的人可以互動 但是不表示說 我就說了以後都不說台語 不說話語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想專門委員 他身旁有非常多支持 對接納的人 是讓他的這個察覺的過程 是順利的 因為我們其實在現場裡面 也會接受到 很多孩子他不順利是因為 別人期待他不是這樣的角色 我覺得孩子 碰到比較大的困難可能在這裡 而不是他自己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人 而是別人希望他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人 所以尊重孩子成為他自己 可能是我們 對我們來講一個要很清楚的一個目標 好 那下一個就是 網路時代 訊息多元雜亂 四真四假 要如何培養思辨力 引助我們有所理經跟朋友 嗯 就是要睡夠 沒有什麼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對 真的啊 因為如果沒有睡夠的話 那很容易就是快思漫想 快思的那個狀況 就是一下子看到一個圖片 一個驚嘆 然後隨便下個標題什麼 那就會被那個東西帶著走 任何人都是這樣衝動弱脈 衝動什麼 但是就是如果你有睡夠的話 那這種所有的這種進來這種資訊 大概就不會給你雜亂的感覺 大概就只剩多元的這個感覺 也就是說雜亂的感覺 是因為我們腦裡已經沒有什麼余裕去 就是因應這個新的狀況 那因為我們腦裡碰到一個訊息的時候 是用我們期待它是怎麼樣 跟它實際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透過認知系統去更新我們腦裡的期待 那這個Delta 一旦太多了 超過我們的這個Working Memory 大概有七個概念 的話 那我們立刻就會有雜亂的感覺 所以一方面 就像剛剛講到的 就是把自己的時間邊界做好 那時間邊界做好 每次進來的那個訊息 它的量是比較有限的 不是你一下子就就是非常非常多 彼此打斷的這種資訊來源 那每個進來的時候 因為你有睡夠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期待 很容易的就更新到這個新的狀況 那過了半小時 再去看另外一個資訊來源 再去看另外一個資訊來源 那一天你還是可以處理非常多的資訊來源 但是就不會有雜亂的感覺 那這個夠跟不夠 是一個絕對數字 還是個人不同的想法 就是如果是鬧鐘鬧行就是不夠 那我可能上班都要設定 對可能要這個先換睡眠債 大家記得鬧鐘響不要起床 下一個問題 孩子為了有穩定的愛和支持 所以交往 分手或會急著投入感情 知道孩子交往的對象中和不太好 可以怎麼跟孩子談 這就看你要把他當小孩還是當大人吧 如果你是把他當小孩的話 那當然有一種就是你最榜的這個情況 但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是一個跟你同樣年紀的大人 他碰到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你當然就是你會盡到朋友的職責 你會去提醒他 你會看到自己的經驗怎麼樣 但說真的如果到最後 就是他還是所多非人 那是他的事情他都承認了 但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越把他當成人看 他就情緒上承受的越快 你越把他當小孩看 你代償了他的自我功能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越容易是在一種 就是他的依附關係 是一部分是由透過你來完成的 那他就沒有辦法完成他的自我功能 就是跟演講題目還是要扯一點點關係 所以就是說 我們是協助他形成自我功能 不是幫他運行做功能 我們協助他的方法 就是你把他當大人看 把他當作實際上 比他更成熟一點點的個體看 那這叫琵琶龍效應 就是說這個叫做 事實上叫projective identity 就是投射時的認同 就是你投射一個成熟的形象 但是比他成熟一點點 不是說真的非常藏老式 不是這樣 就是比他成熟一點點的形象到他上面 那因為你是用這樣的方式跟他談 所以他會introject你的這個投射 那這樣會慢慢變成他的自我形象 他就掌握更好的自我功能 那這比說你把他當小小 才覺得他所托非人教訓他 什麼之類之類 那反而是有點剝奪他的自我功能的形成 好 應該可以換句話說 就是把我們之間的那個不對等的關係 把他拿得比較立場一致 然後是怎樣 嗯 因為我是很斜槓 我同時還在堅持 我同時在創業 所以我雖然是民國的行政院的政委員 但是我現在同時是國際七個非民主職的理事 那這就是散散全世界都有啊 紐約啊 或者是西班牙等等 那所以這些地方 當然我現在去創業學長也是 受到工業複盤的限制 所以當然不能收錢 必須原廠簽證 跟本職業物要有關等等 這都沒有問題 那他的好處是說 我在很多國際場合 那我們擁有民國的身份 或民國的護照 比較難進去的那些地方 那我很容易有七頂帽子 我總有某一頂的事 我就混進去了 在外交上沒有太好處 那但是實際上 好比像說 像裡面有一個 Radical Exchange 那我跟我共同創業的叫做 Vitalik Buterin 那他是以太坊的共同法名人 那我們在以太坊 就試很多新的民主的做法 好比方說新的投票法 平方投票法 平方融資法等等 那這個在以太坊那邊 因為他的速度非常快 一下就可以證明 農卸方式比較好 農卸方式真的不太Work 那實驗教育 那我們就把 這樣子的快速迭代出來 還真的蠻Work的東西 像以太坊投票法 我們就拿來 總統北黑客所 總統文化獎 當然在民國這邊也可以去使用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些外物不是只是說 讓我有國際的身份 可以在國際舞台上面發揮 而是說他這邊的很多研究 我們也可以拿來 在我們的民主的治理上面 來使用 所以雖然看起來 好像我是兼職 離開公務 但是這些其實也都有 公務上面的應用 所以我並沒有所謂的 生涯規劃 對我來講 我如果想做什麼題目 就算我現在是成為 我還是去做那個題目 當然是在非營業為目的 沒有拿去這根院長批准的情況下 對所以如果沒有證明就是 收入會增加 對不對 應該怎麼說 然後就是因為我現在的 因為我其實這個人想 就是我想要做什麼 還需要多少錢 我就去找多少錢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跟平常說 你賺了多少錢 再去想你要怎麼花 是完全不一樣的想法 對是比較一個創業家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在意的是 哪些事情要做到 我反而不是很在意說 一個月賺多少錢 所以那七個分益力組織 不管是基金會還是什麼 如果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就寫個granta 雖然就會有人來了 或者是他底下可能成立一個 非營業為目的的社會企業 那自然就會有一些影響 裡頭自然出錢 那重點都是 那些事情有錢做 而不是說 我想賺多少再透進去 所以他其實已經要自我實現了 對 已經跳脫那個 那個收入支出的概念了 就是先有支出再享受 對 用稅出邊稅 這也是政府預算的 對 用稅出邊稅 那下一個是應該很多人想問 面對通貨物價上漲 房價越漲越高 請問推薦使用哪一款APP 來學習資產 比特幣來不及買到 也不會買怎麼辦 這個如果要好好退休的話 沒有 曾經大家可能要看到這個 有一個好好退休品牌 好YouTube沒事就會看到我的 所以 確實啦 就是也許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我其實 我對理財的想法 就像剛剛講到的 重點還是 錢到底要拿來做什麼事 那我如果能夠讓大家知道 或至少讓投資源知道 這些事情值得做的話 那絕大部分錢 並不是我自己出的 那因為我第一份工作重做之後 就是創業 所以我其實沒有過那種 平行稅的經驗 對我來講都是 我找到一個創業題目 我說服一些投資人 那貴賀也是他們的錢 那賺了一點 當然 那我只是說 把這些錢導向到一個 我覺得對社會的環境 或下一代 更有幫助的地方去 所以當然我越創業 就越往社會企業這個方式走 越不是說資方股動賺錢 也方向應該存錢 但是我想 最基本的對錢的想像 還是這樣子的 所以 我並沒有推薦哪一個App 但是也許可以 多往這個方向想一下 好 那莊妹妹 因為現在已經3點50分 對啊 那後面還有好多問題 那請問 什麼 就快問快答是不是 好 每個一分鐘 這樣子 好 就是 數位轉型會加深 跟其別差異嗎 好 好 我覺得數位轉型 它會加深 我們對於共同經驗的表達的可能性 因為每個人 他不管是習慣口語文字 會畫 互動 等等的多元智能衣 都可以透過數位的方式 引導他 把他那樣子的方式打發東西 透過轉移的方法 讓習慣別的多元智能方式的朋友 也可以進入工創的狀態裡 而這個是在類別的世界 非常難做到的 那我覺得這是數位轉型在 就是共同創教學上面真正的價值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會鼓勵學生表達 展現多元才藝 可是學生都會在抖音上發表 在現實上還很害羞 如何引導抖音上的展現 在上課表現 那你可以用同一集放抖音 對不對 我一定是抖音 就是任何反片的評判 OK 好 下一個 請問打高端疫苗的民眾 將來有機會可以出國旅遊嗎 可以啊當然 因為我們知道WHO已經在附前讓高端 跟另外一支疫苗忘記名子 在全世界的範圍做三期 那那個三期到一個程度 應該就會進入WHO的建議列表裡 所以可以鼓勵還沒有打的 可以打高端 我現在每一種都可以 對 現在每一種都可以 對 對 好 孩子在網路上交友聊天 但在班上安靜少講話沒有朋友 每次分組活動都是落單 要怎麼鼓勵 那可能就是多用一些網路遊戲 在你的教案上面 這樣他就可以當那個上面的 對 就是 小組長這樣 客視網路話 對 請問老師 未來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十年前十年後產業變動很大 十年前就想不到現在的智慧型手機的手機 如果孩子真的不想念書 想走記憶之類的 可以推薦孩子做哪一種行業試探呢 都做啊 我覺得不用特別去管他是什麼行業 我覺得重點是他想要認識哪些人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做職業試探等等的時候 並不是說他就成為了工程師 而是或成為了設計師 而是說他認識一些有做工程的人 他認識一些有設計能力的人 他對自己的期許是說 就像剛剛講到的性別是一種體驗 另外一種體驗這樣疊加起來 他會越來越多技能 但是他不會特別覺得哪一種標籤匡定他 他是技職他未來就不念書了 當然不是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未來這種斜槓可能到橫槓 就是各種不同的技能組 在一起去解決一個當下的問題 這都會變成主流 那你十幾年只專研特定的東西 可能單槓啦 我們稱讚他 尊重他 但是事實上會沾人口的比較小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重點到的不是說 他做哪種行業 事實上可能是越多越好的 各種不同的技能 他認識這些技能的職人 未來就變成是他的互動的網路 OK 好 下一個可能很難回答 他說今天有被政府到 可以說一些故事 讓我們繼續被大量政府嗎 請看網路的各種影片 對 沒錯 我們到達幾支影片都會PO在我們PDIS的頻道上面 所以有空的話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 PDIS PDIS 好 那下一個 你怎麼看待網路上的造神運動與現象呢 日本媒體把你造神為天才IT大神 你之前不認同 但似乎也就順勢成為台日交流大使 你如何看待這件事 我覺得當然媒體要邀賣他們的論述 他們可以想出更多的Buzzware 那我對Buzzware沒有什麼好感 但是確實因為這樣的關係 像我今天早上才跟荷葉太郎 就是最近才來日本 又是以來第一高票當選的議員 之前他們的IT大臣 那現在還給了Karen 但是她還是很重要的 就是對於IT方面有很多想法 那所以我第一次說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雖然乍看起來好像是我的個人品牌 但是其實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他們是了解台灣去想 數位創新的一些做法 我分享的不管是健保制度還是什麼 都不是我創立的嘛 那時候我年紀這麼小怎麼可能 對不對 都是就是1997、200級的事情 但是一個一般的日本人 可能本來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那透過這種比較造神的東西 她有了第一印象的時候 我覺得大部分人還是很想要了解 到底實際的狀況是什麼 而不是說那個漫畫角色 動漫角色長什麼樣 那所以我們目前跟日本交流密切的狀況 我覺得大部分的日本人 已經過了那個造神的情況 他們是真的很想了解說 我們在法明義國之後是怎麼做的 對 沒關係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 請問您有宗教信仰嗎 我相信信仰本身的力量 所以我不需要特別信什麼 我只要在信仰的那個狀態裡面 就有力量 大概這樣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會不會怕阿公打我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你越怕他越打 怕他可能不會打 第二個是說 目前像最近那些我們議員要來 我覺得目前的狀況是那個怎樣的狀況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最後要拍一個大合照 那等一下歡迎老師 你可以站起來往前我們集中一點 那拍一個大合照 好 謝謝